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確實是有路可以通到A地 我的建築線可不可以 只在這個路的這一邊 不行喔 因為這一條路是失色的通路 所以這一塊地就變成 雖然它是建地 可是它因為沒有零建築線 所以它不能蓋 不能申請建造 各位同學我今天來講一個有關於 我們在做土地的買賣或開發的時候 蠻重要的一個就是 那一條看不見的線叫做 建什麼 建築線 建築技術規則 它的第二條就是說 這個基地 必須以建築線相連 建築線它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這個路 我們簡單講就是你要跟這個路相連 這一條在建築法上 它說你這個基地要跟建築線相連才可以來蓋 這個建築線要能夠跟道路相連 那這個道路又分做三大類 第一大類呢 是什麼 計畫道路 就是工的 工家的計畫道路 那各位這個計畫道路就是以徵收 以開闢的 這個沒問題 以開闢未徵收的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種就是未徵收也未開闢的 雖然它是計畫道路 這時候是可以指定建築線的 那第二種呢 這是屬於 計程道路 計程向道 因為這個工不特定公眾通行 長久以後 你也沒有出面阻止 而國家認為說 私有財產富有公用的負擔 要工公眾通行 這個時候才可以指定建築線 可是各位呢 當你可以指定建築線給你蓋 但是呢 因為它土地還是私人的 所以你經常會面臨到 它會把你圍起來的困境 第三 一種叫做私設道路 各位 這個私設通路或私設道路 它呢 還是屬於私人的 而且它可能是建築基地裡面所設置的 所以它也可能有時候被紀錄法控 或是建築基地 這一種私設的道路 不能作為指定建築線的依據 所以這個東西要非常的小心 我們在建築上呢 就是要看 要去找那一條可不可以指定建築線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老師現在講第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這個路 然後這一塊地呢 很深很大 那它當初先把這個地賣去給人家了 然後它就開一個路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就是蓋這個透天的這個部分 那各位呢 這一個當初是一塊基地 那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確實是有路可以通到AD 看起來這裡是不是都可以通到AD 那各位呢 它就是說 我的AD呢 是有路可以有通路可以臨接路的 所以各位我的建築線可不可以指在 在這個路的這一邊 不行喔 各位建築線不能指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路呢 當初是一整塊基地 都去拿去申請建造 所以這一條路是 是施設的通路 那麼我們建商通常會把 賣透天的給你 就讓這些周圍的人 把它磁分掉 那這一塊路呢 已經是建築基地內的施設通路了 因此建築線不可以指在這個位置 你必須要指在跟公路連接的地方 建築線要指在這個地方 那各位呢 結果你建築線要指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必須經過別人的什麼 土地 所以要得到這一些 詩人土地所有人的使用統一書 願意讓你過這個路 你才有辦法 將來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塊地呢 就變成 雖然它是建地 可是各位 它因為沒有零建築線 所以它不能蓋 不能申請建造 那麼各位 這個A呢 就說 哎呀這樣子我花了將近一億 買這個地不能蓋 那他講說 你要嘛就去得到這些人的同意 願意讓你同行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建築線就可以指在這一個馬路 真正的公路這邊 那他說 他們都不願意蓋章啊 那我怎麼辦呢 那各位這個時候 他就去告 到法院去告 代地什麼 通行權 那這個法官來看一下說 哎呀人家確實是代地 而且當初是同一塊土地呢 分割出來的 有民法七八九條 就是說 是同一塊土地割出來的 你就應該走人家的路 跟公路連接 所以 他就說 啊你這裡 也是有一條路 你們都在走 啊讓人家走 有什麼關係 所以法官呢 就判決 這五米的路呢 應該提供給AD 來通行 哇這個A呢 AD啊就非常的高興 他認為我已經有這個通行的判決呢 就代替了這些詩人的土地使用同意書 他就又跑來要跟我們的建管機關要申請建造 竟然又不過了 不是業績給我們有通路了 又不過了嗎 各位現在發生在哪裡 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道路連接的時候 有深度的問題啦 各位這個深度啊 會影響 各位你們就這麼想就好 如果這裡著火了 我消防車要進來救 那這個如果很深的話 我這一個失色的通路 你認為要多寬 如果我這個很深很深的時候 各位那我消防車這裡只有兩米 消防車進來不就卡死了嗎 所以各位呢 這裡面牽涉到道路的深度的問題啦 所以我們建築技術規則的第二條 他就有講說 我們這個基地啊 要蓋的時候呢 要臨馬路 至少這個寬度要臨幾米 這一個失色的通路要連接 這是你家的地 或是你有得到土地使用統一書的地 要來蓋這一塊的話 這裡面他建築技術規則 他講喔 這個深度未滿十公尺 要兩米寬 如果是深度十公尺以上 到二十公尺以下 到二十公尺以下 要三米寬 二十米以上 要五米寬 那各位呢 這一個透天的中間這一條路呢 是有五米寬 雖然這個深度已經超過二十米以上了 各位 只要五米寬就可以 所以他這一條呢 是三十米 那你說我有五米寬 就可以蓋房子的問題 各位 建築技術規則裡面 他又講啊 如果雖然五米寬 你這裡可以蓋房子 但是你能蓋的 不能怎麼樣 超過一千平方 樓地板不能超過一千平方以上 意思各位 這裡面的話 就只能蓋大大的一間 沒有辦法像旁邊這樣蓋很多間 各位 他要蓋一千平方米以上的時候 這個路寬二十米以上 必須要六米路 所以各位呢 這一件他到法院去告說 我可以通行你 這個時候 雖然可以代替指定建築縣的同意書了 問題是 他雖然能蓋 但是不能蓋超過一千平方以上 意思是 只能蓋一小部分 其他的都浪費掉了 我們有一個人呢 他呢 都覺得說當建商很好賺 所以呢 他就從做營造的改成 自己也想要去當建商 各位 做地政事的也想要去當建商 當律師的也想要去當建商 都覺得建商很好賺這樣子 結果呢 他就跑到我們南部來了 那各位 這個路是這樣 那這一整排都是透天的 那他呢 發現說 這一塊 後面這一塊是空地 那這裡呢 是有一個巷子 這個是四米巷 那他認為說 我以後這個路呢 就是這樣子過來 然後透過這個巷子 我在這一個地方呢 就可以蓋房子 所以各位呢 他想說 我也是將來 在這裡設一條路 然後呢 我這個房子就在這裡 可以蓋個十幾戶的房子 那他算一算了以後說 我這樣子以後 可以蓋十幾戶的房子 這個樓地板面積的話 每一戶呢 蓋個七十坪 那蓋個七十坪的話 十戶的話就七百坪 七百坪的話 再乘以三的話 就是兩千多平方米以上了嘛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我 這個土地呢 給他買一坪二十萬呢 這樣是核算的 賈就跟這一個賣方呢 已簽了約 那個約也有寫說 若不能指定建築線 那我就沒辦法蓋房子啊 或是這個土地 有因為法控而被套匯 而不能蓋房子的話 有這兩種情形的話呢 我們的合約就 或當然解除 因為我買來是要蓋房子的 所以就合約就解除 所以合約是有這樣的約定 那各位呢 現在問題就來了 他買了以後 把土地過了戶以後 他就要去申請建造什麼 執照 那各位我們剛剛講 他的深度是十米到二十米的話 路寬要多少 三米 超過二十米以上的話呢 路寬要幾米 五米嗎 各位 現在他的路寬是幾米 四米 如果他這個巷子的深度 超過二十米的話 就不能蓋 各位 那如果不能蓋 那也還好 只要什麼就好 解除契約就好了 因為你有在合約裡面寫嘛 可是各位 現在是四米 對不對 這個巷子的深度 如果沒有到二十米 各位 這樣子我們幾米就可以蓋 三米啊 寬度只要三米 就可以蓋房子 因為它深度沒有很深 消防車可以進得去 問題是只能蓋多少以下 一千平方以下 因為你這個只有三米路 這個如果你蓋很多樓地板 我消防車救不了 所以各位 這個案子變成這個買方 可以蓋 但只能蓋多少 一千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面積以下 意思就是蓋不了幾棟 跟他當初想像的 我可以蓋十幾棟 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只能蓋幾 蓋一兩棟你是可以蓋 但是如果只能蓋一兩棟 我一坪不可能二十幾萬跟你買 那後來他要去法院告 告說這是有瑕疵 法院說這個地也能蓋有什麼瑕疵 而且你的合約只寫 不能指定建築線或被套匯啊 你也沒寫說要蓋多少平方啊 你也沒說我一定要蓋個十幾戶 那是你規劃問題啊 更何況你是建商耶 你是建商耶 你懂的人耶 各位那哪知道他是第一次當建商 所以各位呢 什麼事情都需要專業 所以你不要講說我掛個建商 或我掛個律師或我掛個法官 就什麼都懂 其實是都不懂好不好 什麼東西都需要專業 所以各位這個有瑕疵嗎 沒有瑕疵啊 各位這個有意思表示錯誤嗎 你要講說我弄錯了 你自己也有過失耶 你是建商啊 是你自己的評估 我賣土地的人 我怎麼要管你要蓋房子 或蓋幾戶 所以各位這案子耶 我們這建商就輸掉了 這完全是哪裡在作怪 他不懂得這一個建築技術規則裡面 林馬路的這一條這個土地的深度有多深 他的路寬要有多寬 這個規定在我們買賣土地 要蓋房子的時候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我們買土地的話 路幾米是最安全 如果像老師這樣講的 要1000黑壘以上的話 就一定要6米 所以各位我們買土地什麼最安全 6米以上最安全 哇各位結果有一個人就發生了這麼樣一件事情 害的老師也很尷尬 他當初在工業區裡面 他們有這麼一塊地 結果這個代書地正式呢 就幫他們把這個土地呢 分割為A B C D E 5份 然後呢這一邊大家留4米的巷道 保持共有 然後約定大家作為通路來使用 跟馬路連接 perfect 完美 對不對 大家很完美 那各位呢 大家登記好了以後呢 如果換到你們 你們要來買哪一塊 買A還是B還是C A 各位買A當然比較貴啊 但是各位呢 我買A的話是三角窗 我願意多花錢啊 所以各位 那個人買了以後 因為它是工業用地啊 所以他呢 就把全部的這個基地 04米路還有020米路的 他就全部把它去申請 蓋工廠 工廠就這樣蓋起來 那請問各位 這一個地方 是不是也是工廠的基地啊 也是工廠建築物的法定什麼 空地啊 他也是被套匯啊 他已經被這個工廠拿來使用了 那麼鮭魚返鄉呢 就有一個椅呢 他就來買C跟買D 各位一份呢 都將近新台幣1億啊 他買了以後 然後他就想說 我在這裡也要蓋工廠 結果各位呢 他買了以後呢 也沒有找建築師好好規劃 或是他找的建築師 頭上有兩道光 叫做兩光的 他要去申請建造的時候 結果呢 不准啊 理由是什麼 工業用地 你所設的路 您這個公路至少要 8米以上啦 這樣子的話 這些大卡車轉彎 還有這些消防車 才能夠來救你啊 所以各位這裡要8米啦 那大家或許可以退縮 問題是這個A工廠已經蓋進去了 已經人家的基地 不能夠再退縮出來當馬路了 所以後面這個VCDE的四塊地 都不能再申請建造蓋工廠 這個賣就沒有人願意買 當時以公司來買的這個 要做工廠使用的這個 他就兩億就放在那個地方 動不貪不得了 他只能在那裡養草 然後環保局會來給他開單 所以各位呢 這種投資呢 一個失誤是這麼大的危險 這個路實在太重要了 那麼老師呢 今天把路 林建築線怎麼樣指定 還有它的深度跟寬度呢 跟各位報告 要特別注意這一條建築線 能不能指得出來 還有它林路的狀況 以上謝謝各位